哈囉大家好 我是禮拜一的直升菜哥 最近是不是覺得很熱 HOT HOT 阿滋 很軟 心情覺得不太好 但是沒有關係 禮拜一的直升來了 菜哥來了 涼快的小秘訣也跟著來了 沒有錯 今天要推薦給大家 就是屬於菜哥私房的涼快小秘訣 首先我們先準備一個鋼盆 它可以放我們等一下要放的一些涼快物 很重要 我們夏天怕熱沒有關係 我們只要能夠把氣溫弄涼 把身體弄涼 把一切弄涼 那就沒有問題了 接下來呢 少許的冰塊 少許的冰塊 對 加進去 要注意 冰塊跟這個鐵杯呢 會很黏 很黏 就很像有些人喔 電話一直打 茶琴 太黏 太黏 還是跟今天的主題沒有關係喔 接下來呢 我要使用我的私房的大絕招 來 冰箱我們先把它打開 冰箱打開 冰箱的 呃 層架的下面那一層一定都會有什麼 寶冰袋 沒有錯 那我們這邊呢 使用的是韓國愛死的寶冰袋 有點遠 然後先給大家對焦一下 對焦一下 對焦一下 應該看得很清楚喔 來把它放進去 接下來是白色的喔 其實它是兩邊是一樣的顏色喔 不要在那邊拖時間 還是給大家對焦一下 對焦一下 接下來呢 我一般呢 我會採用這個比較日式的保冷劑 350G的保冷劑 一樣給大家對焦一下 因為我知道大家想要參考我的這個 涼快炒蜜卷 那這邊你就要看好看仔細的喔 我們給你對焦一下 對焦一下 好的 接下來呢 哎呀 保冷的啦 涼快的都有 要怎麼樣弄它均勻 很重要的是均勻 不要 這邊很冷 這邊好熱 那是不行的 這邊好冷 這邊好熱 這樣 我看是不行的 一個單壓扯 給你啦 我們加入我們的自來水 大概1685.673 大概是1685.673CC 粗粒抓的一個數字啊 就是粗粒抓的 把它加進去自來水 1000多CC這樣子 那有些人就會問說 地下水可不可以 可以 因為地下水 也是水 但是呢 要注意的是它裡面礦物質會比較多 那可能喝太多的話 沒有過濾好的話 會對腎臟造成一些負擔 好的 那如果說大家在有客人去你家裡的話呢 也記得要請人家喝水 不要不請人家喝個自來水 那就不請自來了 不請自來了 老師以前的一個老梗 接下來倒進去之後呢 我們1000多CC的水 倒進去之後呢 進行一個攪拌 攪拌 攪拌 均勻受冷 均勻受冷 接下來呢 是不是現在已經感覺到 氣溫很低 很涼快 身心靈都比較舒暢 而且菜哥 為什麼比平常還要黑 我也不知道 才去外面曬個兩天太陽 整個人黑的跟什麼一樣 沒有關係 黑黑的菜哥 還是很帥的 一個雙鴨成衣給我自己 也送給你 那現在是不是就真的感覺很涼快了呢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我今天使用了兩塊小蜜菌 一旦你把學會的步驟做好之後呢 你就會在鋼盆裡面呢 哎呀 裡面就有個紙條 結了什麼呢 啊 結了什麼呢 這個要趕快爆哏 不然就 會脫太久難笑喔 它連得有點緊喔 連得有點緊喔 哎呀你就會在鋼盆裡面 發現到了 冷笑話 哎呀 原來我使用的是冷笑話 哎呀 是不是整個氣溫 還有整個 體感溫度都下降了呢 沒有錯 就是這麼簡單 推薦給大家 菜哥的兩塊小秘訣 OK 那就這樣子 掰掰